呃为呃就是我们今天有就呃一个比较聊天的形式然后跟大家就是聊了一下这样那也感谢就是大家的一些建议跟一些自身的经验这样那我们今天有几个成果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讨论一下几个可行的方向那目前应该是有四个那第一个就是缺口分析就是可以记录他最近见解的项目然后跟未来并提醒说他未来可以做的见解那这个的话或许可以串接就呃健康存折的资料这样 然后接下来是需求分析呃使用者就提供预算的基本资料然后我们就可以推荐说哦他可以去做一些见解项目这样比如说如果他病史是有呃大肠癌的话家族病史我们就可以推荐这样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呃图文跟影片介绍我们去科普就是各个见解项目的细节那我们去降低就是呃见解知识所需要了解的门槛跟时间那最后的话我们也在想说是不是有一些见解前的问卷是不是有一些 也可以不需要在医疗院所做比如说一些比较基础的资料像是身高啊体重啊血型这些的那可以在现见解平台先做那可以减少就待在医院的时间这样因为其实有也有伙伴反映说就是呃你待在时间越久就是就是你可能就是呃就感染就是呃确诊的风险越高这样对那其实我们有遇到一些可能会遇到困难首先第一个就是法律问题就是比如说在医疗院所外面做的问卷 那是不是有具备就是法律上的效力这样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牵涉到一些医疗法或是说一些呃中央规范的一些法规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推荐见解项目或是说甚至比较细节是医院甚至医生或是说呃科别那会不会有一些利益迴避或利益冲突的问题这样那这个可能是之后可能会再需要跟呃专家或是说一些其他伙伴讨论部分这样 那最后还是就是呃就是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就是也可以来讨论这样那我们的呃slack channel就是help这样然后我们每周一晚目前是每周一晚上9点有一个线上小聚那如果大家对见解有兴趣或是想要分享一下见解遇到一些什么很阿杂的事情的话就是也可以来就跟大家分享对那就大概就这样谢谢大家